电影云娜与你解忧 电影云娜业生意非常火爆 这都归功于厨师小哥熬的一手好汤 晚上收摊后 小哥对十八妹子表示了感谢 因为十七妹子休假了 让十八妹子忙活了一天 年轻人就是好学 十八妹子向小哥请教 浓汤是如何熬制的 如果可以传授给自己的话 可以为小哥做任何事 画面一转 十八妹子就来到了小哥家 喝了几杯香槟 十八妹子要去洗手间 小哥提示他不要去其他房间 因为太暖了 来到洗手间 十八妹子开始搔手弄姿 妹子的内心系挺丰富的 打算用这套自然而奔放的表情包 去征服小哥 彩排完后 十八妹子从厕所出来 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小哥的家确定不是KTV改装的 居然这么多房间 嗅觉灵敏的十八妹子 很快找到了熬制浓汤的房间 掀开盖子 没想到美味的浓汤是这样熬出来的 十八妹子尝了一口 对就是这个味儿 再搅一搅想找到精华所在 结果浮现出一只手臂 十八妹子大惊失色 紧接着还看到了十七妹子的手机 这时小哥进来了 十八妹子吓得往后退 碰到了被包裹着的十七妹子的尸体 十八妹子惨叫一声 拔腿就好 躲到一个房间 繁锁大门屏住呼吸 但还是听到了小哥 步步逼近的声音 最后小哥从房间的另一个门绕进来 捅死了十八妹子 接着变态的小哥 把十八妹子熬了一锅汤 第二天 面馆又来了个十九妹子 影片就结束了 从服务员的号码排推测 已经有十八个妹子惨遭毒手了吧 简直就是噩梦 还好有十八妹子的表情包 可以综合一下恐怖的气氛 第二个故事 剪刀 影片开始 小薰的妈妈转交给小爱一把剪刀 因为小薰和小爱 共同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理发师 上学时 他们畅想可以在一起开一家美发店 而如今小薰出了车祸去世呢 小爱回到家 妈妈打来电话 埋怨小爱 为什么要放弃学美发 这样昏日子不去找工作 还不如回家种田呢 小爱嗯嗯的一声就挂了妈妈的电话 看样子 小爱还沉浸在失去好闺蜜的憋痛中 接着小爱就去洗澡了 小爱搓着头发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多出来两只手再给小爱洗头 而小爱没有任何察觉 然而小爱擦头发 还隐约听到了剪刀的咔嚓声 小爱下意识地摸了摸头 结果摸了一团碎发 咔嚓的声音再次响起 吓得小爱急忙用水冲 冲下来好多断掉的发烧 而那把剪刀 诡异地出现在洗漱台 过了一会儿就在小爱照镜子时 小薰的鬼魂出现了 小爱惨叫一声 接下来小薰一边飞舞着剪刀 给小爱剪发 一边用怨念的口气问小爱 为什么要放弃学美发 你不是说好和我一起开美发店吗 小爱哭着求饶 表示没有小薰的陪伴 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学 最后小薰就带走了小爱 去那边的世界 继续完成他们的梦想 这个恐怖的故事还是很励志的 鬼魂都没有忘记 自己的初衷和梦想 所以我们更要积极地 面对自己的生活 电影云乐云力解忧 下次再见